同志们 今天看着中国科技事业 疯狂涅槃 浴火重生的一天 因为华为还有中芯国际这两家巨头企业 恰好在同一时刻发布了他们2020年报 这两份成绩单就是中国的科技事业 在向世界宣告 纵使有千万人阻挡 但我们依然还活着 并且还活得很不错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华为在去年都经了什么样的打压 结果呢 对不起 让老美失望了 整个2020 华为依然实现了8900多亿的收入 不仅创下历史记录 而且还依然保持3.8%的增速 这个营收规模 哪不是放到所有的上市公司里 也是能排进前六全国金字塔尖的水平 再看中芯国际 去年他们遭受打击一点不比华为来得少 但是呢 一样没怂 全年的营业收入增长了足足24.8% 来到了274亿 别看这数字不大 但它却具有历史意义 因为从现在开始中芯国际终于盈利了 全年净利润突飞猛进 来到了43.3亿 增长141% 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 整个公司成功优负转正 摘掉了脑袋上的U字标记 同转 这两家饱受磨呢 屡遭打压的科技企业 六是强顶着压力 交出令人意外的成绩 这份答卷不仅要感谢国家在危难时刻的及时支持 也要感谢他们自己对于科技研发不懈坚持 华为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 依然把全年16%的收入 也就是超过1400亿的资金 都用在了研发上 中芯国际这边也一样差不多 是把所有的利润都拿出来 用于研发投入 甚至为了留住人才 还给梁梦松博士赠送了一套2000多万的房子 这些投入值不值 当然值 由这份决心在咱们的科技力量 有什么理由不进步 当然还要感谢的就是屏幕前的你们 因为你们曾在中国科技事业最艰难 最悲观的时刻毅然决然地坚持投资 带着信念布局未来 而现在中芯国际扭困为营 华为在困境之下依然保持增长 这样就是一个信号 中国科技事业从期待的那道光已经亮起 我们不怕千万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 这岁去年今日突闪电科技事业慢消炎 千万打压人不怕要有科研 刘诗篇好友升哥 天成是